我还是念一段我的那个书 因为今天就是特别想分享 我的书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 春的部分呢 记录了我小时候第一次从家里出发去旅行 看了我写的这一篇 应该很多朋友会想起 你第一次离开家 或者第一次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的旅行是什么时候 给自己的感觉好像是我长大了 其实在大人的眼里 你还是会让人担心的小孩子 其实永远都是 第一次长大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比我大三岁的表姐 她只要一放假 大爸就会带着她到处旅行 去西安看兵马荣 去安徽卡黄山 去大城市成都 更是家常便饭 这些对于那时的我来说 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是我几乎没有全家旅行的经历 一是因为爸妈工作比较忙 二是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跟我去玩 我清晰的记得那会儿跟我爸爸妈妈谈判 说每天上午十点多 课间的时候感觉到很饿 想吃点东西 能不能每天给我一块钱 爸爸问我有多饿呀 准备吃什么呀 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很饿 只是每到这个时间点 同学们就像约好了一样 会一起去吃点东西 我觉得这个集体活动很好玩 像在学校里穿油 不去就觉得很孤单 我继续认真的谈判说 我想吃学校小卖部卖的奶油蛋糕 或者学校旁边面店的面 爸爸问 那蛋糕多少钱 面多少钱呀 我说都是五毛钱 但是我不确定每天要吃什么 所以需要爸爸每天给我一块钱的课间餐费用 爸爸继续认真地跟我谈判 你每天课间吃不了那么多 吃太多会影响吃午饭 所以只能选一样 要么是一碗面 要么是一个奶油蛋糕 所以每天可以给你五毛钱 爸爸拿出纸和笔对我说 那么你算算 每天五毛钱的课间餐费用 一个月也需要多少钱 数据很差的我算了半天 终于算出来了 爸爸很满意地说 我每次把一个月的课间餐费用都给你 你要节省的花 如果提前花完了 后面几天就只有饿肚子咯 经过艰难的谈判 最后我快乐地拿到了一个月的课间餐费用 再说回去 我表姐每次回来都会给我看她 她们一家出去玩的照片 告诉我这次去了哪 下次计划是去哪等等 我特别羡慕 那会儿没有网络 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都来自表姐旅游照片和旅游趣事 她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大姐姐 偶像级别的那种 而我还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像她一样去旅行 每次看完她的旅游照片 我都会让爸妈带我去县公园玩一玩 爸妈每个周末也会带着我去那里走一走 去拍一些一家人的合影 大的公园的每个角落 几乎都被我们取景拍照了 现在发我小时候的照片 基本都是在这个公园拍的 照片中的我穿着各种衣服 摆着各种姿势和不同的家人一起 照片还有各种情景主题 这应该是早期的百变大咖秀吧 因为我太想旅行 所以有一次爸爸妈妈抽出时间 带着婆婆爷爷 就是爸爸的妈妈 和我一起去了乐山看乐山大国 那时候我还很小 具体的细节不太记得了 但是家里有一张照片 是我和爸爸妈妈 婆婆爷爷的合影 是我们坐着船 在乐山大国的正面 正前方拍的 照片中的我 我穿着淡黄色的毛衣 比现在的翘翘翘翘大一点 乖乖的歪着头笑咪咪的 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 看得到吗 这是我 穿毛衣的就是我 那个时候 相机用的是胶卷 在拍照时我们都尽量保证不要眨眼睛 否则照片写出来就是闭着眼的 就会很遗憾了 那时把照片写出来以后 我们还会把底片放到纸袋里珍藏起来 这样下次需要照片时就可以拿到底片去洗 我们家还珍藏着很多底片 但现在都不知道该拿到哪里去洗 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拍照 尤其是妈妈们 在给自己宝宝拍照时 一拍就是十几二十张 在他们看来 每张照片中宝宝的表情都各有不同 可是外人看来 每张照片都长度 全家人一起去旅行更是每人一部手机 每个人都会拍很多很多照片 各个角度各个造型 拍的不成功就会被删掉 所以相比下来 那时的每张照片和胶卷都格外珍贵 后面还写了我跟我的表姐去金城山旅行的事情 我想分享这一段就是我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的婆婆爷爷住在县城下南街 那里是我小时候的快乐天地 我和表姐每天放学或者放假后都会去那里玩 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哭 表姐也经常爱怕我逗哭 最气人的是 我在一边哭 她却站在我面前指挥 再大咬一声 再大咬一声 再小咬一声 起来 下去 就真的气死我 让我越哭越急 先想起都很气 很过分是不是 你们会被姐姐欺负吗 就算是这样 哭完以后我马上就忘掉了 继续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姐姐玩 我想以后我的小女儿小布亚 一定也会很喜欢跟跳脸笑笑的后面玩吧 是的 现在就这样 有一次我和表姐正在婆婆家玩 因为根本没想着出门 我们就穿着 我啊 我就穿着小背心 小短裤 特别随意 突然表姐的妈妈来了 说带着表姐去成都 接刚出差回来的大爸 就是表姐的爸爸 我眼巴巴的看着表姐又要去大城市了 这时姐姐问我要不要去车站送她 我说好呀好呀 妈妈和婆婆带着我送她们去车站 婆婆家就在车站边 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家里面 走路几分钟就到了 他们上了长途中巴车 车缓缓发动 我无比羡慕地看着坐在车窗边朝我招熟的表姐 哇 太阳气了 又要去大城市成都 不知道我何时何日才能去啊 算了 我还是等着姐姐的新照片吧 正在这时 姐姐突然喊我 来啦 来 瞧上来 我们一起且算多 我一听就激动了 真的吗 真的吗 是真的吗 车已经缓缓开动了 我看着姐姐笑着朝我招熟 就跟着车跑了起来 就在车快要关门的那一刹那 我一下子跳到车上 刚站稳 车门就关了 我妈反应过来 就在车后面大喊 辣子辣子 快回来 快回来 我婆婆也对着车大喊 我站在车上面 看着关了的车门和缓缓行驶的车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二妈 这咋的 妈妈和婆婆都在喊我 哎呀 我要下车吗 我叫司机停车吗 我站在门边 一直低着头 在那里不敢看 这时 表姐趴在车窗上大喊 没事没事 我们带着娜娜到了成都 还有我爸爸 亮天就回来 我担心哈 就这样 我穿着小背心 小短裤 跟姐姐开始了 说走就走的成都之旅 等回过神来一看 发现车上没有空坐了 我就反坐在中巴车的 发动机机盖那里 老式的中巴车发动机 在那个司机后面旁边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然后就 那上面就很热 那是我第一次坐长途客车 所有人都正对着前方 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个发动机 那个地方 面对着大家 就是好像导游坐的位置 一开始还觉得很激动 很新鲜 忍不住东看西看 不敢想象自己正在去 大城市的成都的车上 记得那是很热的夏天 车里特别热 而我坐在发动机盖子 更热 而且反着坐也很容易晕车 我看着对面的旅客 随着颠簸 摇摇晃晃的头 脸上我很兴奋 胃力却在翻滚 车没有开出去多久 第一次坐长途客车的 我就实在没忍住 对着一车的乘客 表演了喷射式的呕吐 第一排 这会儿没有吃饭的朋友 第一排一个叔叔的裤子 不幸被波及 那个叔叔可是从县城 穿着干干净净的裤子 去大城市成都的呀 而且很有可能 是去约会的对不对 可能看我是个小朋友 他不仅没怪我 还和车上的几个叔叔阿姨 一起来关心我 还有个大哥哥 还跟我换了座位 虽然我那时候还小 有些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不好意思的感觉 现在还记得 表姐看我好些了 又开始逗我 一脸嫌弃的说 早知道就不败你了 太丢脸了 我对着她嘻嘻嘻嘻的笑着 虽然晕车很不舒服 但我心里没滋滋的 我们接到大巴之后 一起去了成都游乐园 在那里 我第一次坐了翻滚列车 一开始我不敢去 表姐自己玩了一次 她下来后 一直跟我说特别好玩 她可以陪我再玩一次 我经不起表姐的诱惑 于是咬牙坐了上去 不出所料 在成都游乐园的翻滚列车上 在翻到最高处的时候 出现了那女散花 我又吐了 从翻滚列车上下来 我到一边又是一顿吐 表姐哭笑不得 一边拍着我的背 一边嘲笑我 真的出来丢脸啊 接着她带我去 坐了最慢最慢的摩天轮 我坐在摩天轮上 睁大眼睛 看着成都的全景 眼睛都舍不得眨 但是这摩天轮真的太慢了 也可能是因为吐了 我头有点晕 既然还睡着了 突然想起前段时间 我带着跳跳跳跳 第一次坐摩天轮 他们也特别兴奋 一直趴在窗子边 看着上海的风景 一直说摩天轮已经到天上了 好高呀 下面的人和房子都好小的 好小的 他们不停地问了 很多很多有趣的问题 我换着各种角度 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 他们在上面开心得不得了 看着他们的样子 我突然就想起了 我第一次和表姐 在成都坐摩天轮的情景 好像没过去多久 但现在 我已经带着跳跳跳跳 坐摩天轮了 而表姐已经带着她的儿子 参加全国英语竞赛了 我和表姐各自有了家庭和孩子 都从小女孩变成了妈妈 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一年只能见一次 最多两次 但我经常想起 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玩的情景 想起她第一次带我去成都 在成都游乐园里 玩了个痛痛快快的经历 最后一段吧 晚上回到酒店 我第一次见到了 飞机上才有的食物 那是大爸的飞机餐 他在飞机上没舍得吃 带了回来 一袋圆圆的小面包 还配了一套塑料刀叉 我和表姐拿着塑料刀叉 切面包 感到说不出来的洋气 那时听着大爸坐飞机的经历 想都不敢想 自己有一天能够坐飞机 而现在 因为工作 上提供的那种圆圆的小面包 我都会想起儿时在成都 和表姐吃的这种小面包的情景 我们兴奋的对坐着 因为舍不得吃快 吃完 我们一点点的切 你一小口 我一小口的吃 一边吃一边乐 想起那次 说走就走的疯狂日子 就念到这里吧 今天 OK 不大喜欢我之后再念 好吧 我觉得好像 我念出我自己的书 好像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晚安